两位 Undil- whereby Janet Re blinked writes and Paint SOA 第一-先讲一下自己 首先介绍自己 我是这里香港DI E ener would stage LRC图宿业管长 今天主持这个workshop 就是這個QSS的Project Officer,Terry。 我是Central Library Service的Terry。 我們開始講講這個REPAT Repository的Project。 講這個REPository之前, 我們先講講什麼叫做REPAT, VPAT中文是職業專才教育。 在這幅圖裡面, 大家是否看到很多關鍵字, 一些有關REPAT的關鍵字呢? 例如,你看到有專業知識, 有專業知識, 有專業知識, 訓練, 等等的字眼。 可能這裡在座很多REPAT的專家, 就可能會有更多的認識, 都還未成功。 這個圖可能會幫大家了解, 如果未有REPAT這個概念的人, 可能會知道更多什麼是REPAT。 而為什麼會有REPAT這個概念呢? 其實呢, 這個故事呢, 就是在2014年那時候, 就在這個施政報告那裡, 強調過職業教育的重要性, 於是呢, 就成立了一個推廣職業專才教育的小組, 那裡邊有個報告呢, 就提到呢, 就… 職業教育和… 職業教育及培訓呢, 就要… 重新打造為呢, 叫做職業專才教育。 那麼, 就當中包括到呢, 要達到… 學位程度的課程。 那麼, 就當中有很大的比重呢, 就是提到職業技能啦, 或者專業知識的專門內容啦, 所以你看到這幅圖呢, 就提到… Vocational… Vocational training knowledge, 或者你看到有… Professional knowledge, 這些這些鍵詞啦, 那就… 那麼, 而什麼是… Repository呢? 那麼, 中文呢, 就叫做資料庫啦, 那麼… Repository在這裡呢, 就設定了一個… web的… web-based的platform, 一些網上的資料庫啦, 那麼就… 收集了一些… 還有保存了不同類型的研究啊, 還有一些資源啦, 那麼就提供一個… 呃… 平台… 就給一些用家啦, 或者… VPAC的研究人員啦, 去… 搜尋啦, 他們… 呃… 他們需要的… 呃… 文章和資源啦, 那麼… 那些文章和資源, 就包括… 這裡也提到啦, 就… 有… journal articles啦, 就是一些… 呃… 學術的文章啦, 那… conference paper, 就… 會議那些… 呃… 文章啦, 或者一些conference presentation, 就是會議的演講啦, 書呀, 或者其他… tools and resources, 即是一些… 譬如… 呃… 教學的方法的文章啦, 那樣… 那… 呃… 在這個VPAC repository, 你都會在這裡找到啦。 那… 這個…呃… Repository, 有什麼好處呢? 那… 那… 這個Repository, 其實是… 主要我們集中在講, 本地的… 香港的… VPAC的資源啦, 那… 所以… 即是促中了… 呃… 本地的… VPAC從業園啦, 那… 就可以… 知道… 香港… VPAC的… 發展和方向啦, 那… 亦都可以… 有助他們… 呃… 建立… 更加… 貼合… 實際需要… 的… VPAC課程啦, 那樣… 那… 那… 這幅圖呢, 就可能會… 有更加… 呃… 多些些資料啦, 讓大家了解到這個… VPAC Repository的結構啦, 那… 可以留意… 呃… VPAC Repository, 這裡下面呢… 虛線指著呢, 兩塊東西啦, 那… 一塊呢, 就是叫做… VPAC Resources and Tools Banner, 那… 就… 顧名思義有些資源啦, 工具啊, 那… 那… 右手邊那一部分呢, 就叫做… VPAC Bibliographic Database, 那… 就… Bibliographic, 即是… 書目的意思啦, 那… 所以就會… 呃… 會有一些… 有個VPAC的… 書啦, 自然上去研究啊, 那… 那… 所以呢, 下面也都… 解…解釋了啦, 那… Resources and Tools Banner, 就會有一些… 呃…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啦, 教… 就是一些教學的資源啦, 那… 那… 而… 右手邊那裏呢, 也都… 圖都寫了啦, 就… Bibliographic Database呢, 是有… publications啦, 還有一些… contents, 那… 那… 其實是… 主要是VPAC的研究啦, 那… 而… 這個… Bibliographic Database呢, 是… 可以… 呃… 是… 是… 一個… closed collection啦, 寫著的意思呢, 就是可以讓大家去… 呃… 遞交一些資料, 但是遞交了之後呢, 就未必會即時… 見到出現的, 因為會經過我們的同事去… 呃… 檢視過啦, 處理過啦, 才會擠上去這個… Bibliographic Database那裡的, 而左手編的部分, resources and toolspans呢, 那樣是resources來的, 那樣就… 呃… 就是… 可以… 給大家… 就是… 可以去擠這些資料上, 譬如我有一篇… 呃… 文章… 就是VPAC的, 寫了出來, 那樣就想… 和大家分享, 但是又不是一些… 研究來的喔, 那樣可以其實擠下去… 呃… resources and toolspans那裡… 那裡… 那這個… Thematic Categorization Index呢, 可能大家… 想過我們… VPAC Repository這個網站呢, 可能都會有印象見過的, 這幅圖… 那其實這個呢, 你可以… 想像做一個… Site Map, 那樣就… 可以… 等大家一眼一幅圖… 看完… 這個… VPAC Repository裡面, 有些… 什麼內容可以看到, 那樣就… 呃… 當然也都… 剛才提過了, 主要分兩部分, 那… 那… 一部分就是… 那些… 那些工具資源… 那些工具資源… 那一部分就是… 那… 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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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rank podcast 就是� über soci stream 那裡.. 那樣講 State指數 那裡… 就是… 那些工具資源… 那些工具資源… 那… 那… 那些工具資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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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工具資源… 呢… 那.. 那… 而左手邊Tools and Resources那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有些教學法 有Gorsery,即是一些詞彙 譬如你見到有個叫Subject 其實是一些Subject Guide 之後也會再說什麼Subject Guide Occupation Dictionary 即是職業資料庫 裡面有講述不同的職業 有什麼需要的技能 另外有Report Report最主要的內容就是 一些Manpower Survey Statistical report 人力資源的報告 Report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這件事其實是比較獨特的東西 因為我想說可能比較少資源 去找到一些歷史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Repository 大家可以找到 到底譬如職業訓練局以前前身是什麼呢? 不知道可能這裡有人很熟悉的 所以一下子就答得出 但是如果不熟悉的那些 可以看這個Repository 你會發覺有個時間表 一個Time Line 可以看到哪間學校什麼時候成立 VTC什麼時候成立 或者是VTC的那些學院 那些名稱有什麼變化 譬如Ivy前身叫什麼名字 這些都原來找到的 這些 另外有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就是這個 可以譬如 上太這個課程 那是不是屬於 資歷架構的一部分 是不是屬於 認可的課程呢? 那就可以在這裡 也有些資源可以被人找到的 大家可以上這個網址 就是BPET.VTC.EDU.HK 那就是 這個是VPET Repository的首頁 那我們不如先試這個 Bibliographic database 那就是第二點 那我們就 譬如我們 打點關鍵字 譬如 那就 Drop 那才算 那你會見到 搜尋結果呢 就 有 你會見到 有Publications 那 拉下一點 你會發現 有Conference Material 的 再拉下一點 就有 Vesis 農文 那這樣 那你會見到 是 搜尋結果 會根據不同類型的文章 去 排列出來的 我們按下去看一下 那你會見到 有 標題 有作者 標題 作者 那 也都 有一些 extract的 就是說 原來它在這裡舉辦的 這個Conference Presentation 如果你想看回 這個Conference Presentation 的 Full Text 它的 就是它的 PowerPoint 那可以 按下去 最後一個可以介紹給大家用的 就是 第七點 就是 Submission 這個按鍵 這個按鍵 之後 這個按鍵 就是 如果我 有一篇 VPAC研究 想分享一下 但是 這個 VPAC 你找不到 因為太新了 可能不太快 收集到 不如 在這裡 遞交 提議 加進去 你可以用這個 Submission Form 就填回 裡面 其實剛才提過 你填回一些 除了你的 作者 你的 聯絡 資料之外 也 有 要填一個 標題 在哪一份 期刊發表過 發表年份 或者 extract 這些資料 如果你想 因為作者 可能會 容易判斷到 這篇文章 是哪個分類 你可以 解釋 譬如 那篇文章 是跟 特別行列有關的 你要解釋 分類 我們就會更加容易 處理到 你的 遞交 那麼 全文 譬如 全文 你想 遞交 你可以遞交 至於 版權上 可以不可以 放上去 這個我們會 先檢查 如果 發覺 那份 期刊的出版社 不讓我們 放 你的 篇文章 全文章 都沒有辦法 我們會先進入 標題 先進入 記錄 如果能夠放 全文章 當然我們會放上去 那 第二部分 就是 其實是說 resources and tools 一些 譬如 教學資源 一些 vpac 歷史 這些 如果你想 由這個 bibliographic database 轉去 resources tools 那部分 你可以怎麼做 按這個 Wiki 為什麼叫Wiki 因為 resources and tools 用一個 遺跡 遺跡的 系統 Wiki 所以我們就叫 Wiki 連結了 過去 鍵了下去 就看到這個畫面 另一個方法 就 開這個 resources and tools 就是 去回 這個 首頁 vpet.vtc.edu.hk 這樣就 拉到下面 就 你會見到 有resources andtools 你可以直接 鍵下去 那就去回 它的首頁 如果你想 做一個 搜尋 也可以 就這樣 打 你的 關鍵字 都可以 做一個 我們 又試多次 打 Job 這樣就算了 就會找到 一些 原來找到 Manpower report的資料 開回 resources toolbank 你可以見到 有幾類 例如 我們先 看看 VPAD history 比如 我們先 時間線 我們先 按下去 我們可以 拉下一點 拉到 右邊 你可以看到 整個 時間線 比如 VTC 原來 是1982年 成立的 當然 你也可以 按下去 看 多些資料 因為這個是遺跡系統 所以 如果你覺得 有更多資料 想改 亦都可以 到時可以 建立一個帳戶 去改 大家可以 試一下 在 VPAD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那裡 按一下 我們除了 根據 時間 去找回 VPAD 的歷史 之外 亦都可以試一下 拜衣 去看 拜衣 即是怎樣 你會發覺 原來是一版 overview 可以看回 每間學校的 一些很 基本的資料 包括 他的年份 成立年份 也有些有照片 原來 想看回 當初 摩尼神山 他們的工業 學院 是怎樣 可以看到 有些照片 有些 剛才提過 VPAD History 可以根據 年份 time life 去看 亦都可以根據 organization 那個機構 去排 去顯示出來 譬如我們 按下去 而 VTC 可以在這裏看到 裏面 亦都有 連結 連回 VTC 下面 的 成 機構成員 院校 舊名 亦都找到 即是 摩尼神山 找回 以前摩尼神山工業學院的照片 可以看到 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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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VPAD Gorsery 可以在最頂的 桌上 有個VPAD Gorsery 裡面 就提到 有三點 可以發現到 NAME 即一些 VPAD 的人物 VPAD 有貢獻的人物 另外有 subject 就是 剛才提到的 subject guide subject guide 可以開來看一看的 我們按下去 subject 那裏 那裏 根據 那個 Thematic categorization index 就是一個 分類 那裏 去列出 它的 subject keyword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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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 之後 你會見到一些 related concept 就是有關 career development 的 keyword 譬如 我想 找這方面的 research 那裏 除了我們用打這個 career development 就是有什麽字 可以參考 我們可以試一下 這裡 career guidance career education 這些字 可以試一下 去 用來搜尋 看看能不能找到 覺得 就是 這些是relevant的keyword 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裏 你會發現 有些是有個link 可以卡下去的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卡下去 看看有什麽效果 那裏 就會連了去 UNESCO 就是 聯合國教科文的網站 那裏 那裏 他們就對這些 詞彙 就有些 defination 有些定義 那 大家可以 不明白這個字 是什麽 或者想知道 多些這個字 是什麽 可以 按下去 看看原來是什麽意思 那裏 那裏 原來是這裏 那裏 可以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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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 guide 那裏 我們在 有些行業 每個行業的資料 譬如它那裏 需要的技能 那裏 我們按職業資料庫 譬如 行政助理 那裏 看 那裏 那裏 行業的簡介 職責 那裏 那裏 眾星 途徑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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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AD 之後呢 那裏 那裏 VPAD Pedagogies 一些VPAD 教學法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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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AD Pedagogies VPAD Pedagogies 那裏 大家按下裏 會 看到 這個畫面 那裏 譬如我們想 看看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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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那裏 有細分的 这些有用很重要的资源 我们发觉都很值得收藏进去这个VPAT Repository 譬如这一篇就说一些新的技术 这里有介绍的VR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里就会有一些键译 譬如VR加上Tag 方便大家去找回有关的资源 Tagology 后面有一个按钮 有关科技研究 中文就是资力架构 可能大家如果对资力架构有些认识 可能就很容易在这里找到一些有关的资料 如果没有认识也不要紧 上面就有一些简介说给你们听 这些例如 例如 资设定的竞争是什么呢 里面又说回 就是每个行业所需要的技能 所需要的知识 这些资料可以在这里看 里面有些资力架构能力标准 这些资料可以在这里看 而这些资料我们就在资力架构那里找到出来 所以就收集了下来 而资力架构最后的一个就是 就是资力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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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力架构 然后我们试试 试试搜寻 自动 资料 然后里面又列出有关的课程 原来这些课程在资力架构 范围下的第几级 就是资力架构构 以及相关的机构等等的资料 以及相关的机构等等的资料 再继续下去会有一些 详细一些的资料 这就是资力架构 最后这个按钮的搜寻 就是按钮了下去之后 会回到BBIOGraphic Database那里 不如我们去第三个 Practice就是Search Public Resources Bank 意思就是找回一些 VPAC Repository以外的资源 或者研究 我们可以去回 我们VPAC Repository的首页 就是vpet.vtc.edu.hk 那我们去到这板 拉到下面就有个地方 叫 Other Online Resource Than Wherewide 那其实这部分呢 就是可以 搜寻一些VPAC Repository以外的资源 键了下去呢 你会看到一个搜寻的搜寻 比如我们跟回Hands On 打Career Development 那打完之后呢 你按个Search 键呢 它有两个选择给你 一个就是连结去VOCED Plus 那这个是一个澳洲的 关于VPAC Repository的搜寻 那它就虽然是澳洲的搜寻 但是它其实是全世界的 有关VPAC的东西 都收藏了下去 所以它们的搜寻都挺大 所以如果大家想 其他VPAC的资料 可以试试用这个VOCED Plus 而第二个搜寻 这一版呢 也有简介的 就是ERIC 那这个呢 这是另一个搜寻的资料库 就是关于 就这样教育的搜寻 那当然教育的搜寻 就包括VPAC的东西 那所以 除了VOCED Plus 也可以试试这个ERIC 那这个也是一个外国的网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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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一个ERIC的网站的搜寻结果 那 因为它这个是 这些是 international worldwide的网站 所以就 就是不是局限于香港 全世界有关的文章都会找到 那 那 这 就是 那